根据联合国去年发布的全球多维贫穷指数报告 在全球104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当中 有大约13亿人口是生活在多维贫困当中的 就拿印度来说好了 虽然在过去十年间 印度有2.71亿的人口摆脱了贫困 也让当地的贫穷率从55%下降到28% 但是印度还是有很多人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 尤其对于没有受过教育的父母而言 要轻易地改变家庭的命运 可以说是比登天还难 在印度新德里的一个寮屋区 里头住着一家气口 那每逢下雨 他们就会像这样挤在一起 一直到雨停了 就把塑料棚布给撩起 对于只有七岁的法卖来说 这里就是他的家 那平时如果肚子饿了 就跟随家人一起到街头乞讨 但是试问 天底下又有哪位母亲 会忍心看到贫穷的生活 复制到下一代的身上 再穷不能穷教育 那不甘心向命运低头的母亲 每一天都会亲自为法曼整装 梳头和穿上鞋子 将让法曼的哥哥 护送他到附近的非政府学校去读书 目的就是要让孩子学习 在学校啊 法曼不但可以学习阅读和写字 还有老师一对一教数学呢 而当其他的小朋友都在玩耍时 年纪小小 但是已经很懂事的法曼 他却只想要把功课给写好 事实上 法曼的父亲曾经希望让他成为一名同工 帮忙养家糊口 但是幸好的是母亲坚持 教育能够改变命运 那如今看着儿子能够大声地念出每一个数字 身为妈妈的他 欣赏着生活再怎么辛苦都好 也都值得了